我是 玉衡长老 你真的 真的打了手无腹肌之力的凡人 你这也 此一戒暗律当账两百 罚贵阎罗殿七日 禁足三月 我无可申辩 自愿领罚 我暗律输人 也当暗律输己 你罚吧 世尊 谢主长老 你还不停下 你把本少知于何谍 你打的是我师尊 四生这天的少主 何时能够命令戒律长老 许子王罚了 还不快滚 弟子知错 但我不走 我陪着世尊 我也陪着世尊 这么重的伤势 串宁居然没有跟戒律长老说自己肩膀有伤吗 心上敌的旧伤 楚爱宁你 疯了 大仙帝君万寿齐天 世事不允 你说这世上到底谁才是悲 谁又是尊 对不起 莫然 是 师父的 祖 你说什么 楚爱宁 楚爱宁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你这遍 我 想起来 是 空爱宁 他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尊 玄机长老 你都淋湿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 这么大的结界 玄机长老顾不出来吧 不是师尊 还能是谁啊 这个给你 接着 那你呢 师尊掠师法术 我不就能干干净净地回去了 真漂亮 还有母娘花纹的 喝下来 那是海棠 只有五片花板 那是海棠 师尊 花魂线技术 糟了 闯户了 花魂线技术 师尊 师尊 朱婉宁 你低个头扶个软 谁会拦着你 你宁可让两个机甲人 帮着你施展流伤法阵 也不肯开口请别人帮忙 来 喝药 碰什么好 一刀戳你胸口 死了就不痛 一了百了 我这可算是人之一见 你晚上可别提被子 身就发热 要是再不小心着了梁 算了 你着不着梁关我什么事 拔不得你月病月中病死最后 还是替他把蜡烛熄了吧 这个人睡觉踢被子的习惯 到底怎么样才能改好 我该 梦 梦 梦雨 再让本座睡一会儿 你既然醒了 就去给我煮碗蛋 花肉肉粥喝吧 不急也行 就我刚刚做了个噩梦 梦里 不提了 你们联合聚已稳固 师尊 你拿神武时 跃出的是什么上古异袖 当时和你提了什么要求 昆鹏 他说想吃肉包 吓死我了 还以为 是什么难事呢 只不过运气好 多年前在金城池 倒是见过了 何为人心可不 掌握眼睛 师尊 都说金城池的神武科有脾气 那你一开始用着顺手吗 为时有三把手 你说哪把 都说啊 这续应风 曾经是天神 勾尘上宫 驻剑之地 那金城池则是勾尘上宫 卫奏神剑 划破手心的神血 金城池虽中年冰冻三尺 但有极少数道士 可以凭借自己的灵河之力 使得池水赞容 而池中会跃出一只上古异兽 靠贤兵人 陷于岸上之人 四位仙君要住店呢 要四间上房 真对不住了仙君 那个近日戴城的客房啊 都有些紧张 四间房是疼不出来了 要不委屈仙君们拼凑着住一住 两间房怎么样 我要和师妹一间房 宣猫 你不是喜欢黏着师尊吗 凭什么 那我也不想和 弟弟 我看你不是不想和师尊睡 而是不敢吧 师尊梦中好大人 你知道吗 师尊又不会吃人 我有什么不敢的 师尊睡着的时候怎么样 你怎么会知道 你要不信 今晚可以感受一下 金疮药剂的大一瓶啊 有什么低打损伤的 还可以救个机 只剩下两间房 你们谁 宣猫和我一间 你离我远一点 干什么 干什么 嫌你脏 师尊 这边 我家里有什么不动 我好 去 我 我 有什么 小军 敌我 哦 哦 好 师尊要 要什么味道 梅花 海棠 困了 先回去睡了